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就是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在这个行业里 创业者的优势就是 因为你没有传统的积累和压力 所以你有无创新 你一定比大企业有无创新 游蜜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游蜜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在路上 创建男装品牌 一文 也由此拉开了引领时尚男装潮流的盛大帷幕 本期节目下华与您共同探讨 怎样在创业中迈过最难跨越的卡 如何选择好适合自己的领域去创业 选择这个问题两个因素都非常重要 叫行业机会加自身优势 就是这两个问题都不可以忽视 比方说行业机会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入门的是一个巧劲 就是我们选准了行业 这个行业机会最好的时候入门 我觉得这是最省力的时候 然后呢 最关键的是自身优势跟它能够结合 你比方说很多人一创业选房地产 我就经常会问他问题 我说那你有什么 对吧 你有很好的人脉 能拿到地 还是你有特别大的资金 我觉得你对一个创业者 我觉得这不是创业者首选的行业 有这么多这个上市以后套了资金的 等着去进入的行业 那你在这个行业里 真的就没有太大优势 它无论人脉关系 还有基础还有资金 都比你雄厚的时候 你博营的机会很少 所以我觉得创业者 反而应该选细分化的行业 甚至传统行业里边 带创新色彩的行业 你比方说我选择服装 我到今天也认为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衣食住行 它永远是一个 人们永远缺不了的 无论怎样的政治环境 和怎样的经济环境的情况下 那个都是他生活的必需品 而在这个行业里 创业者的优势就是 因为你没有传统的积累和压力 所以你勇于创新 你一定比大企业勇于创新 对吧 我本来就没有那么多存货的包袱 我本来也没有那么多 原有的顾客的这种需求来限制你 我想做什么都可以 所以这个时候在细分的时候 你反而有很大的这样的创新的机会的时候 你容易赢 容易走出来一条跟别人不同的路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把自身的优势看清楚 然后在这个时候选一个 你能驾驭得了的 然后又能够去显出你创业者的优势 本色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机会 我觉得是最好的 我觉得真正的创业者是要在有钱的人 懒得去干的行业里寻找机会 有钱的人他会去选择最便捷的投资方式 快速的增长 我觉得你驳不过他的 那反而是在他未必去关注的 然后去选一些相对于 非热点竞争的行业里 去寻找自己的热点机会 我觉得这是创业者要思考的问题 我不建议去寻找当下最热门的 我觉得那个 如果大家都盯着的 我觉得你一定不是最容易赢的地方 如何才能在创业中把做与想相结合 从你记事开始 想的和做的永远都不会一样的 我觉得从懂事开始 你就在憧憬中去度过的 读什么样的学校啊 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啊 我觉得其实想永远是有无限的空间的 而你生活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 你做每一件事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那跟想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每一个女孩都做过白马王子的梦 但是当你面临一个真实的男人的时候 那你就会觉得可靠就好 然后这个爱你就好 你会把它变得很真实很真实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创业毅然 就是想和做永远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想的好不是坏事 想的高不是坏事 我觉得只有那个有憧憬 只有那个梦想能够去 才会给你前行的力量 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 但是做的时候 我觉得要脚踏实地 我到今天也跟我身边的所有的员工 或者好朋友都分享这样的一句话 我觉得其实你只有把一件小事做好了 你才有机会把大事做成 我觉得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每一件事都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但是成功就是那一件一件小事的累计 然后你突然一回头发现自己干了这么大的一件事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一个点上 我觉得想和做其实永远都不会在一条线上 它就像生命的就是两条完全高低不同错落的轨迹 我觉得梦想是你的驱动器 然后我觉得行为是你成功的基石 一个在脚下一个在天上 我觉得这两条线是让我们走向正确的方向 和走向成功的一个人生最好的轨迹 如何才能在创业中放下自己的身价 谈起创业都说它是一个建立的过程 其实我觉得对自己其实是一个破坏的过程 就是假如你曾经是明星 那你可能就要引去明星的关怀 然后去变成一个幕后 然后从创业的那一刻起 假如曾经你更多更多地思考的是自我 那这一刻其实就是放弃 就是你更多的是筑巢去引来别人 然后你把别人捧红 然后你的事业就开始变得大 假如说我们做一个非常漂亮的珍珠项链 其实创业者就是后面那条线 就是把那些珠子穿起来的人 所以创业有着太多的放弃颠覆 我觉得今天谈创业 我特别希望给要创业的朋友 一些特别真实的感受啊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这是一句很通俗的话 就这个时候其实你把自己降到最低 每一个人其实在有创业的心态的人 其实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自信 其实不自信你也不会想到创业 但是自信其实就很难让你把自己放到最低 就什么也不是 所以我当时给到自己 你反正什么也不是 反正你一无所有嘛 对吧 最差最差了你不还这样吗 然后还是好汉一个嘛 赚钱吃饭生活嘛 所以我觉得大不了了 也就像今天这样从头再来过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有了这样的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心态 我觉得把这个心坎放得平平的时候 我觉得把心放平到今天我也认为 这是我经常跟员工说的一句话 其实我们要做好一件事 最快乐地做好一件事 最好的办法把心放得平平的 你什么都不是 你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看你 你就是你 这种心态和激情决定了未来你赢的事 就是你能有多大的把握赢 这非常非常重要 那个是一种巨大的力量 你可以感染所有的人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真的是可以创造情绪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 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我觉得人生其实就是一个 隔绝与吸收的过程 就是什么东西好的 你要能够特别学会快速吸收 然后什么东西不好的 你要能够形成自动隔离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如何使自己在创业中 做到与众不同 我觉得这在任何一个创业的阶段 都必须思考清楚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要改于尝试 我那个时候啊 没有今天那么多的时尚杂志 所以那个时候 国外的杂志非常贵一本 我买一本国外的画报以后 我真的是翻都翻烂了 我就说我说 国外都流行这样彩色的 格子的这种休闲的西装 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 休闲西装这个名词 我就说这种特别漂亮的单件西服 我就问当时我的老板 我说我为什么不做一点 我说你为什么老做这灰蓝黑 所有的都一样 他就说他这肯定不敢 这个女孩子才穿这么亮的 他说这不敢 那个时候啊 全是一根杆一根杆的卖货 我所服务的这个品牌 有二十多根 我后来我就开始动员他 我说你能不能挪出四根来 然后你做一下这样的东西 他说我不敢 我说那要不这样我试试 我说这个要是赚了呢 我们一人一半分 要是赔了算我的 他说那就试试吧 然后我就到了当时的北京茅房厂 北茅那个时候是唯一有出口配额的茅房厂 所以我就拿着花瓣去 我说我就想要这样的面料 然后那个销售科的科长 一下子拍大腿就高兴了 就兴奋了 我说为什么 说这没出口配额 我们出不去压了库里边 他说真没人要 他说你要要我特别便宜就能给你 然后我就把他 拉到当时的一些好的西服工厂 我就凭着我跟顾客接触 他说这个兜好不好呀 这个高了低了 领口开的高了低了 就凭做导购的时候 八个月积累的这一点知识 我就说这衣服应该这样改那样改 然后他会有专门的技工 配合我画图 说出来是这样子 我说是这样子 OK那就去做 然后做完了以后挂在柜台上 当时三天 很多人从那走过 都特别好奇地看一看 然后摸一下走了 摸一下走了 没有人改试 当时我真的出汗了 我说这可怎么办呢 这真的没有人试 真的一件都卖不出去 那真就死了 那个时候几万块钱的积累 真的是很不容易 然后我又去找商场 我说你给我一面墙 他说你怎么那么怪呀 他说你那时候没有人要墙 他说你要墙干嘛 然后我又到账相馆 放上大照片 然后挂了一墙 然后我说这不行 大家看不懂 每个人都问一句 我就搭不过来呀 然后我又给他起了个名 叫靓丽人生 我说这个你看这衣服 能够改变人的心情啊 这个这么明亮的色彩 你看外国人都这么穿衣服了 然后很多人都围着这墙看 那个时候有了第一批的 出国公派留学的人回来 然后他们都知道 哎呀这个在国外 很了不起的 这一件那个英格兰小格子的衣服 在国外都很贵的 然后说你这多少钱 680 他说那还不错 其实当时680 我是标了个天价 说实在 那时候一套西装才几百块钱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试 一试以后他觉得 哎呀这个真不错 这个真跟国外的那个 是一样的料子 一种感觉 那国外也是从中国 很多都是咱们出口出去的面料 然后就开始有了人买 然后我就一根杆一天 能卖一百多件的衣服 今天永远采生不了 这样的评效了 所以我就误打误撞的 一下子就跳到蓝海里边去了 然后就是大家都不知道 这哪来的 然后都知道好都开始早 所以我觉得创新真的很重要 就是真的是要改于尝试 我觉得这在任何一个 创业的阶段 都必须思考 创造一种新的标准 我觉得创新 它永远是一种 新的标准的诞生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有极限的 就是现在百岁老人 很了不起了 活到八十岁 但是你要想活二百岁 怎么办 你不可能有机会 从生理上活二百岁 那么我们吸收 不同的人生经验 你就能够活两个 你这样长的一个倍速 所以我觉得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 隔绝与吸收的过程 就是什么东西好的 你要能够特别学会 快速吸收 然后什么东西不好的 你要能够行从自动隔离 我觉得什么时候 我觉得都要做一个 能够听得 进去别人意见的人 因为我觉得 创业者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因为你的成功 因为你的自信 然后你会忽略了别人 然后我一直会把自己的人生 比成一个重生的厂 创业初期是人找钱 人找事 后来你会发现 每一天都是事找人 这个时候就需要你一种能力 就是特别 甚至是一种习惯性能力 就是你能够去自动地去隔绝一些 你觉得不好的东西 跟你这个厂不吻合的东西 然后你能够特别地去快速 吸收那些有利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其实就是拉长了你人生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我就经常我说我活出别人的两辈子 其实就用这种方法 你把那些精彩的好的 然后你听见有意义的 快速地去转变和吸收 变成自己的能量 所以我觉得吸收特别重要 做任何一件事情 你都要学会去吸收 为何要在创业中 树立服务大众的理念 当下因为人们都说 这是一个缺少信仰的时代 因为尤其是 现在出来这么多的自然灾害 或者是真的是人们每一天面临着 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的时候 我其实我是觉得我们今天来谈信仰 它绝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方式 你比方说我生命中最大的信仰是 你要做对别人有利的事情 因为这也是成就事业的一个基石 我觉得当一件事情不能双赢的时候 它永远没有未来 就是如果就起意而看 你赢员工赢 你赢客户赢 就生活而言 你能让你周围的人幸福和快乐 我经常去思考这个问题 什么时候是最快乐的 是你让别人快乐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生命中 人最大的需求是被需求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说依据简单的话来说 我的信仰 我觉得被别人需要 能给别人带来快乐 所以创业者这种信仰 为自己也是为别人 最重要的是 当你从个体变成一个团队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需要一种信仰的力量 我一直把人生看成角色人生 我觉得人每一天真的就是在角色里生活的 只有一个角色是留给自己的 但是大部分的角色 不管在企业你留给员工的 还是在社会上你留给朋友的 甚至在家里你留给家人的 这一个角色 其实都是具有三方 或者是双方行为的 那这个双方行为的里边 其实你思考好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和别人都一样 没有一件事情只让自己高兴的 会给你带来利益的 而最重要的是 当你让别人高兴了 当你让别人真正得到快乐了 当你让别人真正满足了时候 其实最大的赢者是自己 所以在这一点 我觉得创业者更需要 在这个角色转换的时候 有这个信仰 如果你有梦想去做大 你就会像社会上流传的那句话 你把自己腰包的钱变成人民币 其实你在为社会 为别人创造财富 因为你永远的那个比例是 你用的 你花的 比你创造要小的很多 企业做的越大 越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个时候 就利他性 会占你特别主导的一个思维 就什么事情是利他的 什么事情能是给别人带来激情的 什么事情是能够让别人得到快乐的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赢在别人的快乐里 赢在别人的激情里 赢在别人的创造里 而自己渐渐的 在那一个被看不到的角落里 去感受着自己的那份快乐 我觉得这就是创业者要思考 和要经历 和要信仰的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